李天怡消失的国界 好 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接受您的call in电话 在接受之前我们看到联合报 在今天这个标题 人物测写作错英文 非典型主席超光速攻顶 超光速攻顶 这是这一篇的报道 等一下给观众朋友听 看得出来其实像联合报 也都认为蔡英文 非典型的主席 写下台湾的一片天 的确就是一个台湾新的希望 等一下你给观众朋友听 先接听你的电话 来 高雄的黄先生 来 黄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各位来边大家好 在马英九这三年的政绩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政绩 有非常好的政绩出来过 还有他所在竞选的时候 开的支票也从来没有对线过 这种这种这种人还可以当个总统吗 好 谢谢黄先生 谢谢 因为声音有点点吵杂 来 久白了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听说 我告诉你 国民董欧宝权 你说五周三级 他来做一个连胜仁案 现在也搬到现在不明不平 你看看 你 麻将入北彩 连台湾也北彩 骨头两三百平 第三天会吃东西 笑死人 一句 就你所想 他要一句 那一句 比较快好 现在要注意的时候 路口自由行 现在这个民进党这好专人 要小心 不知道要怎么试 就不知道了 国民董 北级政绩 他打算有了 你还不知道 你还想 国民董 他什么事情就做出来 以前議員 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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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民董选择 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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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国民董的奥布 你还不知道 这你去查看 这都有事实的事情 好 谢谢吴先生 来 桃源的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觉得 你们民进党有义务 我们当然讨论马英九说 他的无能的程度 讲不完 但是我觉得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 就是民进党有义务 告诉大家 如果这三年多来 他得了 等于是赢了两百多万票 然后国会又四分之三 随便叫个阿猫阿狗 来做的话 可能都会比他好 这是一个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这比较简单的 大家都听得懂的 是 另外有一点 小英在选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点 他治国不行 可是完英的一定是一流的 我们要记得过去的 不是一颗子弹 是三颗子弹 你要记得 这个稍微有点 脑筋的台湾人都知道 这三个子弹 都是同意挂人弄的 那这样的话 下一次会不会是一颗炸弹呢 这个他们完英的 我们必须要小心 好 谢谢蔡先生 这是今天的自由时报 回应刚刚民众的犹豫 陈尤志她是从事自由业 她投诉到自由时报提到 下一步防奥部 这会是一场什么样的选举 蔡英文可以打出台湾人 在现阶段当中 可以带来新的希望吗 我们休息片刻 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场 谢谢大家